今天來跟柯市長見面 主要的是因為選舉結束的時候 我們跟柯市長有通電話 祝賀他的同志 也希望能夠有機會跟市長談一談 了解一下市長的下一個階段的施政計畫 我們也盤點一下中央政府 尤其是行政院 在過去幾年跟市政府的互動 以及在很多計畫上的合作 是不是面臨到一些 我們要在下一個階段加倍努力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很仔細聆聽 市政府所做的簡報 也讓我有一個對下一個階段 我們整個市政府對於台北市的建設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 同時把這些重大的計畫也都可以浮現出來 讓我們在下一個階段中央跟地方的合作可以更聚焦 甚至於更加速 臺北市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 尤其是在北門這一帶更是我成長的過程中 一個很深的記憶所在 在北門的這個計畫開展之後 就讓我們真正展開了下一個 世代台北市政府 跟台北市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這個我們要給台北市政府一個肯定 我們也非常期待 因為北門計畫的開始 會帶動整個台北車站周邊的整個地區的開發 我們中央在台北市也有好多個計畫 比如說社會住宅 都市更新 還有危老建築更新的這些計畫 我們也期待能夠跟市政府緊密的合作 讓這些計畫能夠在台北市能夠快速的實施 如果將來我們的手足建設發展上有什麼 需要我們特別去協調或者是注意的 我們非常歡迎也樂意 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不論是市長 副市長 或是局長 能夠隨時跟我們聯絡 謝謝